謝謝大家給我的批評 來 伯媽看到我不順眼 因為就 我就是不對 影響最大 你自己心裡有沒有 對男主角任何的怨恨 覺得這個男的不是男人 算什麼男人 沒有 對 沒有 到當一個藝人 你就必須要異語常人 對 你要有抗壓性 就我們三個來講好了 我們有哪一個 沒有被人家查餘犯厚 沒有讓人家 那就完蛋 那真的完蛋 因為在藝能界裡面 No news is bad news 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 對 有新聞還是真正要接受 要向憲哥看齊 對 你每天都要好多新聞 謝謝 來 你當頭了就當頭了 真的尊敬 超級尊敬 尊敬 Follow you 尊敬 要是這個壓力要比你更大的 已經不容易了 真的 網友有說 好不好 我要是謝忻 我一定扛不住 還是就是要扛 沒有什麼扛不扛得住 就是遇到就要扛了 面對他 要扛你怎麼知道你扛不扛得住 你跟困難狹路相逢 你還有機會逃避嗎 沒有 對不對 你就是要正面迎擊 像我們主持一群 只有我是看好你 欸 先講就先講 不是 就是先講先贏 對啊 這種事情 家庭會議一下 黑到底就是要開始上坡了 加油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再下去了 對 黑夜如此黑 代表太陽即將升起 對 你要這樣想 世界黑還能繼續待在演藝圈 完全就是小牆 打不死 就是小腹精神 對 這個心理素質 誰能說佩服 佩服 東北軍閥 吳佩服 對… 謝謝大家給我的批評 來 我們今天就要好好的抗壓實測 妳真正能有那麼大的抗壓力嗎 唉唷 謝忻 好像太多新聞的負面消息 全世界都唾棄妳 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的確真的就是全世界 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大家看到我就是罵 趕快飛出去一下 因為就會覺得 在台灣這個環境比較不友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妳就不應該是飛到北印度 而是因為到香港 為什麼 香港有迪士尼嗎 人人愛戴 我那時候 人人愛戴 我那時候去印度是去教書 我只是覺得說 不要讓這段時間空在那裡 好像要貢獻社會 是… 然後你就會 自己會想說 好啦 那你們就都來罵嘛 反正一開始那個 按讚數只有2萬 那也是謝謝妳 妳看這很正面 很陽光的想法 就是妳要這樣想 對啊 因為我連我的家人都會罵 沒有看如何罵 但是罵家人這有點過分 罵家人真的是有一點過分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會覺得 心理壓力很大 那妳不要看 就真的不要再 不會 只是看那個數字 網上表演滿開心的 我們最討厭弄這種八卦了 妳知道嗎 我們今天來弄一下 來… 來… 魔王已經來了 歡迎施壓魔王 來… 在哪裡壓力 來喔 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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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綁住 他代表的 我跟你講這個 綁住不是在吹牛的 對 他是鄉民代表 他身上 扛了很多 很多想你的意見 很多問題 他敢問 意見都在這裡 好不好 你敢問 我不一定敢看 好多喔 好多喔 來 第一條 NO 車子的代言對不對 車子代言 對 光天化日被拍到 跟BMW車座的親密舉動 網友都說根本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想要被拍 怎麼可能眾目睽睽就揪下去呢 是的 怎麼可能會是故意的 沒有任何人想要這種事情發生 沒有任何人想要這種事情被拍到 真的就是被 被拍到 就這樣子 來 你來試試看 來…版主… 在車窗事發之前 有幾個朋友知道你這段關係 瞞得這麼運不通風 因為就是 連朋友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你在這個大街上 做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 是不是版面書 我覺得是 就是當下可能昏頭了還是什麼 情緒來了 感覺對了就出發這樣 人未調 OK 好 只能問到這裡 只能問到這裡嗎 這個滿Turbo的 我還有兩個對不對 對 來 請到這邊來 來 繼續 來 第二個 合照對象 第二框是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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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阿翔打招 阿翔 害我 好彈喔 OK 阿翔這樣做 這個很爛 這個很爛 來 有什麼想問他 其實我跟謝忻 我遇到都是類似這種主題 你會不會擔心以後在演藝圈 永遠都擺脫不了這個名號 這個標籤 什麼標籤 小 小三的標籤嗎 不是因為你擔心也沒有用啊 你擔心也沒有用 因為你 它就是發生了 那你就是必須去承受 你擔心他還是在 你快樂他還是在 那你倒不如快樂去過每一次 對啊 不是 這不是快樂 而是如果每一次主題 你都要扯到這件事情 那你是不是就被受限了 那班族 其實 其實這種男人 已經亮在冰開 不好意思 對 是我們要先道歉 抱歉 像你以前外景的時候歡迎嘛 婆婆媽很喜歡你 可是如果現在又有外景節目 會不會婆婆媽媽 看到你就不順眼了 如果真的有這種機會 就是繼續出外景的話 婆婆媽看到我不順眼 因為我就是不對 就是我沒有話講的地方 所以你有個外景就是 我們就是扛 贖罪之旅的外景這樣子 不會到贖罪之旅這麼過分 但是就是 OK啊 因為你有這一段嘛 現在全台灣都知道這一段了 如果你有新對象 你覺得會不會介意 你也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他可以 減少介意度 對 就是當然希望他不要介意啊 可是我一定 我一定會把話講在前頭就是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 未來我的另外一半 他一定也知道 應該OK 還有第三個喔 合照 可怕耶 可怕耶 真的可怕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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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阿翔 又是阿翔 有這麼多的阿翔 來 來 版主 千千萬萬個阿翔 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講實話 從車窗事發之後啦 你有沒有跟阿翔在聯絡過 完全沒有 沒有嗎 完全沒有 沒有東西要拿回來嗎 沒有 沒有任何 人家一般都要拿回自己東西呢 沒有任何東西 零 零 零 OK 好 OK 那這個是第三個 現在這個問題有點幫你抱不平 其實雖然你被罵很慘 但有人會覺得就是說 出事之後好像就是你被罵最慘 對 影響最大 你自己心裡有沒有對男主角 任何的怨恨 你覺得這個男的不是男人 算什麼男人 沒有 尷尬 對 沒有 愛這麼深 我覺得我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要扛 那她的部分她自己怎麼想我不知道 那妳扛得住嗎 扛不住也要扛 我的心底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抗壓能力好像滿強的 來 來 好像很猛烈 其實我剛剛看了 這個謝忻姐她的 抗壓能力真的很強 她已經釋懷了 真的嗎 真的假的 真的很平靜耶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她的報告 跟剛剛漢典的比起來 謝忻姐很平靜 其實她的壓力 低於大概低於50 所以表示說 剛剛在問她問題的時候 她的心情是很平淡的 從她的老婆看起來 心情很平淡 真的很棒 OK 心如止水 你慢慢能夠懂的就是 我在工作狀態的時候 所有的事件 我的後台人生 我家的後院 我家後院的垃圾桶 不再與我有關 是的 上台就是表演 你就是要好好的表現自己